外國繼續在關心宜鳳梨的進度 如果頭一杯A子宜鳳梨已經上到臺灣 也不過韓國是團出說 煮A子宜鳳梨煮三了後 兩天來出現五雷失望的案例 這是引起外國現在對宜鳳梨 沒有什麼信心 維護部長大使中今天表示說 煮宜鳳梨人體一定有歡迎 如果出現副作用不爽快 都可以向便宜付出的幫助 維護部長大使中 想要請參加國際葫蘆界的活動 用行動支持葫蘆的美館 我還是繼續關心宜鳳梨的進度 頭一杯A子宜鳳梨 吹三到臺灣 不過各國留守住宜鳳梨後 都出現不良的歡迎 韓國最近拍出的住宜 A子宜鳳梨兩天裡面 總共五層失望的案例 離婚後民眾嚴重隔壁 讓他煩惱宜鳳梨有副作用 對處當時中信心發威 強調住宜鳳梨後有歡迎的政中 是正常很兇 我們本來所期待的一些免疫的反應 那當然有一些 就引發頭痛或是其他的 肌肉痛疲勞 這些相關的一些副作用在 請民眾不用去擔心 打了疫苗一定會有反應 在日本科路 提供住宜鳳梨 民眾發向電腸改革的郵寬 但市長認為必須要心心來平衡 臺灣有檢報制度能營養 另外國際疫苗 原本有個最快七個可以開始住宜 這段建法政党來到 立即臨場的企業 不過這段團設 竟然找到六十五歲以上的 受案假 進度比較慢 對處當時中表示 沒有拜託先開放 六十五歲以下的民眾住宜 我們當然是能夠希望全部都完成 才來做一個開始 但是我們的EUA也可以選擇 不同的年齡層 就讓他先上路 報立託風病院裡面 勃發合上稍微的感染 方法 這位中心事要檢討 比連接事件還在發生 沒辦法馬上將阿民人 跟淡民的人的關聯 要建立不淡民是名字 加不淡民的資料電子化 但是中資訊 以報立託風病院 維修電氣斑的業務 下禮拜開始時事事 記者 紫陽學報道